大家好,又是我Carrie 之前有網友提議我做多些西餐 坦白說,我也不知道你們喜歡什麼西餐 因為西餐很多都比較複雜 食材採購各方面都不容易 大家可以在留言板提提 有什麼建議可以寫下 比較少做雞胸菜式 很多網友都建議我做多些雞胸菜式 可能不會太胖 今天來個簡單的黑椒、薯仔、雞胸 現在我們有兩隻雞胸,急凍東西 冰箱解凍好了 前一段影片說怎樣煎雞胸 就不會乾柴的,大家可以看看 螢光幕上也顯示了 先說回這裡 我用了半隻薯仔 半隻洋蔥 一條紅椒、一條青椒 兩顆蒜頭 就這樣了 青紅椒可以用Bell paper 即燈紅椒 薯仔 你給一個也不要緊 家裡有小朋友就給一個 洋蔥、白洋蔥、沒有白洋蔥 用紅洋蔥都可以的 比較大陸的材料 很容易買到 走入街市 全部都買到 首先我們把洋蔥切掉 切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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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隻洋蔥 有沒有開八粒 一開八就完成 然後青椒、紅椒 我們把洋蔥切掉 都是那一句 在皮上下 你可以放久一點 它不會出水 這些紅椒、青椒 不辣 我喜歡吃這些 你不喜歡用這隻 你可以用燈籠椒 燈籠椒厚一點 咬下去甜一點 有兩粒蒜頭 輕輕壓爛就可以了 很粗豪 盡量簡單 加常菜 紅椒 如果你想吃辣一點 可以用這個 紫天椒 但這些普通的紅尖椒 又容易買到 又不貴 而且其實不辣 薯仔半隻 就算了半隻 我不想吃那麼多 你可以放一隻下去 這次也比較簡單 我的薯仔 我不煎了 這次 盡量簡單 因為天氣還是熱 盡量把它簡單一點 那你停留在廚房的時間 就不會那麼長 我們切小顆一點 快點軟 搞定 配菜就在這裡了 然後雞胸 急凍雞胸 凍肉泡一定有的 買回來 我們放在冰箱的 保鮮格 解凍 然後就可以了 拿出來洗一洗 然後 塑缸 搞定 我們先切一條條 然後再切一粒粒 大粒少少 不要緊的 不要太細粒 大粒些 等一下 為什麼我們攀條的時間 剛剛好呢 它就不會乾柴 放心 可能有廣告 你可以一邊幫狗狗貓貓掃背 一邊欣賞美麗廣告 廣告 在騎樓走 麻煩 麻煩 然後我們醃一醃 雞胸 兩湯匙的山抽 一湯匙的蠔油 很中式的做法 然後我們 拌勻之後 我們再放一湯匙的粟粉 搞定 讓它有一個基本的味道 即是底味 這樣就可以了 簡單一點 粒粒 一粒一粒 這樣就可以了 油的都沒有放了 不需要 我輕輕醃 一會兒三十分鐘 什麼都可以了 下班做都可以了 然後我們中火氣鍋 燒熱鍋 下油 燒熱些油 用油浪的鍋邊 因為我們準備爆這個雞胸 燒鍋邊 就保證整隻鍋都夠熱 這樣呢 就算那粒肉 飛了在鍋邊 它也不會黏住 那 油有煙了 我們把雞胸肉放下去 煎一煎去 慢慢放 慢慢放 不用怕 不會彈油的 我們煎一煎 煎到表面有少少色就可以了 中火至大火 不需要煎熟 等一下我們還要煮 現在煎熟 等一下再煮 就很粗 我們輕輕地煎一煎 讓表面有少少色 這樣就可以了 看它有些香味 不需要熟 它也不會那麼快熟 因為一粒一粒 有些厚度 這樣搞定 這樣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將它放在邊 先試 不需要洗鑊 是否好消息呢 接著我們 加少許油 看看夠不夠油 洋蔥 蒜頭 薯仔 我們放進去炒一炒 很簡單的做法 炒香了 加黑椒 然後 炆軟薯仔 調味 炒一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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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到它的香味出來 薯仔都沒有那麼快變軟了 這次 然後呢 我們加黑椒碎 我加了差不多一湯匙的黑椒碎 如果家裡不能吃辣的 你就不要加黑椒碎了 你加多一點蒜頭 或者加蒜蓉去炒 味道一樣可以的 沒問題 因為我等一下會用到茄汁 我這次沒有用茄膏 我以前做過黑椒醬菜式 大家可以看我以前的影片 我可以看到上面都鋪了出來 我們加點水下去 然後一夠蓋麵就可以了 我們炆軟薯仔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先放兩湯匙的茄汁 下去 讓它有少許味 而且我要加少許鹽 少許 讓它有少許底味 等待我們再調味 炆完之後 炆完之後 醬汁會濃了 你不知道味道會去到什麼程度 等待要再試味 煮起之後 收慢火 蓋上蓋 炆軟薯仔 炆軟薯仔 十多分鐘就可以了 十分鐘之後 好了 我們可以有很多方法 試一試 用筷子插進去 或者拿一粒出來吃 你知道薯仔夠不夠 夠軟的 在這個時候 我們先調味 我覺得是否不夠鹹 我加了一茶匙多少許鹽 你可以加少許糖 但是呢 試一試味 因為茄汁 是甜的 蕃茄味不夠 我加多了一匙 湯匙的茄醋 茄汁 OK了 接著呢 我們把剛剛的雞胸放下去 雞胸還未熟 七成熟到 現在我們稍微煮一下 等一下呢 我們要關火 浸熟 七成熟到 我們輕輕煮一下 然後把紅椒 青椒放進去 然後繞一繞 很簡單 繞一繞 然後呢 準備了 關火 浸一浸 蓋上去 關火 浸多久呢 十多分鐘就可以了 十多分鐘很快 然後呢 我們呢 準備了 我們再開火 然後煮辣蜆來 讓它稍微一點 稍微就黏著 雞肉 那些紅椒 上面 讓它稍微的緊實 那這樣就好吃了 很簡單 家的住家菜 就是這樣 煮辣蜆來 很緊身的 說好了 簡單的菜 那些雞胸沒那麼粗 我們用這個山熟鱈去控制它的 口感 麻煩未订阅,请订阅,订阅是免费的,可以分享给朋友 说回这里,最后我们放一些黑椒碎上去 搞定了 黑椒碎,我不用黑椒粉,黑椒粉是辣的,黑椒碎香一点 鸡胸可以的,不会粗糙的 这个菜,我减轻了步骤,没那么肥腻 希望大家喜欢 今天就差不多了,多谢大家收看,拜拜